最初就是你負責所有的禮物 少許願意描述 對,對,所以我們那時候啊 就是說,像我們現在回顧再看現在的就是唱 就很多年輕人的唱 就是有很多的唱法是比較跟以前不一樣 因為以前爸爸是注重傳統的 班農斯就是比較正確的發音 是有點像Opera那種聲樂的 其實是有帶有一點那種比較 不會 真正是不會 你看他們有時候有一些國外他們唱歌都那麼久 而且到老他們都不會怎麼樣 就是因為其實他們也在訓練一個正確的發音 所以小聲音就有受過正確的唱法 對對對 正統的 可是就是一天就要一個小時 幾乎 幾乎要喔 每天 六日呢 他知道唱歌 但是剛才他就沒辦法 因為他所有的樂器都是無視之空 所以他其實不太會看譜 他不太會看譜 但是他知道簡單的樂 他把他知道的也告訴我們之外 但是他真的要叫他教 他可能就沒辦法 他就要我們硬學他那個 譬如說拍就要打打打打打打打 硬機位置然後手指 對啊 所以你並沒有接受過正確的 那時候小聲音有接受過正確的 因為爸爸也沒有 因為爸爸也沒有 他就是不是主動的自己會啊 就是聽到他就會彈 但是他也不一定的 很消防的感覺 對 他並不知道說為什麼會彈 那是怎麼講的 他小提琴的啊 說東西的 其他都是無視之空的 他 我記得他 在很多事情上面他可以同學 但是在音樂上面 其實他真的 生技才是很恐怖的 就是說 你沒有照他的 你有沒有照他的話去做 或者說像 我就回憶起初那時候在發音 欸如果有一天我們是沒有發音的 被他知道回來 那你會很生氣 所以發音如果能 會發不好的時候 他會不會罵你 會覺得 他好是還 他還蠻有耐心的 但是 他一定要我們照他的方法 就對了 你不能有你自己的想法 你在那個時候 所以他就會一直把你調調調調調調 調到他要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現在不會對小孩這樣做嗎 不會 會希望小孩有能力嗎 當然希望啊 但是就是現在就 比較沒有 像那時候父親在要求我們 這樣子 主要是這樣子 對啊但是 有時候也會覺得 印象就是說 晚的時間非常少 特別是 宏大哥 那 那我們都還可以 有時候就是 趁 父親帶那個哥哥出去作秀 因為那時候哥哥很小嘛 他就已經被憲備訓練 然後他就帶他出去作秀 我們就會休息一下 因為哥哥不在了嘛 那我們那個錄音機也不用去切 你們可能一定要三個一起就對了 幾乎啦都是都可以 但是我也記得好像也有我自己一個人的 因為我覺得我的角色是 其實本來是 從哥哥之後 我其實是被栽培的第二個人選 那 父親其實很希望我那個時候可以站出來 在我民館目前 因為我可以看見父親的情況 而且他不只教發音喔 有時候他還會 教我們歌曲 他教我們歌曲 他還會選一些比較經典的 日本的演歌 或者是 一些比較民謠式的 就比較出名的 那他還會教我唱 所以那時候你其實也不會日文 但是就是 硬貝 就是硬貝 對 我還記得好像還沒念小學勒 都還沒念小學勒 為什麼會幾歲的時候 大概在我 我想看看喔 五 五歲到 七歲那個時候 到七歲就已經開始發生 當然那個人比較大 那種可能已經十多歲了 差不多 對 十歲 所以他就已經 但是他什麼時候開始了 因為第一個先開始 然後第二個 然後變兩個 然後變三個 其實 洪大哥也差不多是在 三四 四歲的時候就開始了 他一直現在就加薪的聲音 對 對 那洪大哥更不用講 他那個背負你的責任 然後他 我還記得洪大哥那時候 小時候 都唱那種很高音 那就真的是像Opera那種 哇 高音可以拉很長很長 對 對 而且他知道的方法 都可以用 對 對 對 很大其實我覺得我們 小時候 回憶起來 是不快的啦 就是因為 因為要練習啊 你會選別的小孩 為什麼都可以不用 那不但練習以外 我們有時候還要看那個 豆芽菜 我把阿薇 哇 用自己手稿寫 然後教你去背 我會覺得 哇 不管喔 還有教你越來越來越 對 這也是一些基本的 所以就是 一小時發生練習之後 可能就開始學唱 對 學唱 對 對 那還要唱多久 呃 我覺得我們 我記得喔 大概至少一天都快 要有兩個鐘頭 對 每天是這樣 每天 那 而且那個時候 我們的站姿啊 都還要 比如說姿勢是怎麼樣 然後微琴大概幾度 然後嘴巴要怎麼樣 然後腹子要收 然後下巴要怎麼樣 哇 就很多規矩 然後腳啊 要站在地上 然後腳尖 尾向前傾 這不是很累耶 對 就有點像在背那個姿勢 這樣子啊 就被站衛兵一樣 會啊 所以你會說 然後 然後我爸爸就會這樣 來敲姿勢這樣 敲好 就這樣就這樣 哇 那當時幾歲的時候才 多年這個 這樣子就什麼 其實一直到 呃 因為父母親離嘛 差不多在我們 我想那個時候 也差不多 年小學的 二年級的時候 差不多四十 對 對啊 快將近七八 九 八九歲 對 只是因為我們大哥 他是三歲開始 所以他更久了 對他更久 他這時候也差不多出名了 而且他那時候 對他那時候 我爸爸帶他出去 他有點帥是同性啊 對啊 那大家都知道說 欸他跟我一個兒子 然後紅樓會唱那個小兒子 然後每次 就那個時候就會有期待 那 那他去登台的時候啊 那 那就是變成 複子感 對對對 然後大家都會 都會 哇他那個很期待 紅樓唱歌 對對對 你算是日本演歌還怪怪的 其實 那個時候 他 對啊 那種 那種就是很模仿大人的唱吧 那種就是很模仿大人的唱吧 那種 他唱的相機就沒有了 是感情的 對 對 所以他就是在模仿大人的彈琴啊 整個詮釋整個 整個書 對 你有唱正常的小學嗎 有 有 我們還是有 而且我記得 當然有一句話不會過 是說 不僅可以 讓我們的功課 齁 不要 那麼好 但是絕對不能讓我們的音樂落後 其實我們的音樂訓練是必須要的 所以他那個時候是灌輸我們這樣 可能還是要唱 但是音樂絕對 對對對 對對對 音樂絕對是要堅持 那包含媽媽 後來我媽媽也是很認同 就變成 也幫忙在盯輪 幫忙 對啊 那媽媽 在生活細節上又很注重 哇 所以我們就覺得小時候很慘 怎麼樣都不自由 然後怎麼樣都是會被盯 被唸這樣 所以你平常有玩樂的時間嗎 放學回來 就還是要繼續練習 放學 對 對 幾乎放學回來就是要練習 那因為那時候小學 那當然是半點 那半點回來就安排 可能先午睡完 然後可能到幾點 三四點就開始了 對 到晚餐前 然後對 然後頂多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們去休息的時候 大概都是吃完晚飯的時候 有時候 爸爸也會到明山都啊 或者跟媽媽 或跟 我們就約好 跟姊姊 和我帶弟弟這樣出去 嗯 我記得頂多只是這樣 但是很多 那個時候是 下午都是 大家都會出去玩啊 怎麼可能 是 對 就要練習啊 就要練 練發聲 練舞 可是你現在想講 會不會 這麼嚴格一些 會 當然會 真的是 如果沒有 沒有那樣子的基礎 非常 對 而且包含說 我為什麼會自己那麼 體驗那麼深刻 是因為我後來 去年 因為我本來都是跟 路後嘛 那當然是中間有一段 很長的故事之外 那我們在去年 因為父親 就 就離開我們嘛 然後我們就幫他 再做這些傳承的 這些音樂 然後希望幫他 幫他 幫他收 後來我們就做了一張 電話專輯 那其實電話專輯最早的 原意 我其實只是 要把他 做一個演奏 演奏曲 就是我一個人 對 也沒有要唱 我都沒有想 我就想說 爸爸走 那他有那麼多經典歌 然後我就用我的棒子 來詮釋 欸怎麼知道 做一做做 欸變成我自己有唱 而且還比太多 對啊 然後 然後很好笑 然後 後來我在這段時間 我在唱的時候 我才發現 那我 因為很久 我這中間很多時間 都沒有唱過 但是我回想說 那段在 發音的練習的時候 對我有幫助 那我現在都會想說 欸這個時候好像 爸爸這小時候 有叫我 我應該怎麼唱 對 所以我就會 就去運用到 以前的那樣子的 練習的時候 的一些 一些方法 因為我在想說 欸原來 其實我這個時候 如果沒有那段時間 我可能要從頭來 其實對我來講 很資歷 其實小時候那些東西 對 整個都 升級在 對 而且真的是基礎 人家還要說 等級要達到我的 那真的從小時候 就答是最 對 因為你譬如說 有點差別 但是就譬如說 你在當平手的時候 對 可以看得出來 你那些人現在有問題 他其實並沒有接受過上 這麼紮實的 基礎去 對 就是說 現在的型態不一樣 因為他們 都從模仿開始 那 他們一定要有一個 特定的目標 就是說他們可能 喜歡誰的一個 對對對 或是他們喜歡誰 讓男朋友 禁止 模仿他們的唱腔 所以 我覺得說 真的有一些基礎 是對於你 一場 好 如果說你今天只有比賽 可能上去只唱了 三首 一個十首歌 但是你開演唱會的時候 你是必須要唱 二十七首 三十首的時候 你的智商就會出現 對 就會有問題的 啊 你用的方法 然後有一些 artist 可能他唱 聲音很容易 那可能他在發音的時候 有一些的 方法是不是 不太正確 等於是有點 希望跟你爸爸的不一樣 對對 所以我就 就比較判斷 就是說 那我就是要去主熱門和唱 你們唱台語 我就是要玩西洋熱門 我就是要玩西洋 對 對對對 然後我聽的就是 刻意我就是迴避台 那 這一路走來其實也蠻奇妙的 就是說 還好我那個時候 真的是學這個 就變成 奠定了以後 我就 就變成我在走幕後 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是自己執著在 流行音樂 跟哥哥是兩個不同的 但是 回來台語歌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市場裡面 其實我也很熟悉 對我來講 小事 對對對 所以我就變成是 過台語 我都可以直 而且現在台語其實不那麼台 不那麼台 其實有可能是因為 你們有家庭這些東西 對 但是你說要那麼的傳統 或有一點點歌 我也ok 因為 一直聽嘛 小時候我幾乎都是 第一個歌唱一聽 爸爸唱一聽 那我就覺得說 再加上我自己 喜歡西洋音樂 所以我 這整個這樣兩個貫穿 欸 我就覺得說 對我整個到現在來講 哇 這個非常好的資源 我都可以吸收 那我可以把它中一顆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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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那個時候 來的 至於他身邊去的時候 有編到一些爸爸 那個時候造型 他寫的歌 還有他唱過很紅 像三天黑狗熊啊 過 過 對啊 那一首歌就是余晨鈺 找我幫他編 那我就把他顛覆傳統 他沒有聽到昏倒 有啊 這個事情才好笑吧 有一次說 碰到康康 康康就故意問他 他說 你兒子喔 把你的歌 這樣 余晨鈺這樣唱 你覺得好聽嗎 他還不 我媽說 嗯 那個唱的是 有點聽不清楚 唱什麼 當然我爸就很寒虛 啊他也沒有講什麼 但 但我 我覺得爸爸應該 其實在那個時候 我跟他接觸喔 他感覺是有一點 就 我怎麼 在玩這種音樂 不倫不淚 對 有一點點這樣的感覺啦 可是應該是驕傲的啦 應該是驕傲啦 因為後來 嗯 大流行啊 對啊對啊 那 又再加上說 爸爸 我記得就像你剛剛在講說 像星光 然後他也看耶 真的 對啊 他在家裡 因為他到了老 就老年以後 他比較沒有辦法出去唱 他就比較多私人在家裡 然後就看你這樣 我現在的年輕人 唱歌怎麼都那麼好 他也會去聽唱 那他有沒有對於你的評論講什麼 他 其實爸爸都比較 比較不會在我們的 嗯 他不會在我們面前 真正說 欸他說 哎呀你這樣 這樣做這個曲子齁 這個傳統歌應該要怎麼 他也不會這樣講齁 但他只會說 哎呀你把那個歌 改成那個樣子齁 啊 剛剛爸爸那個時候齁 那個歌應該是什麼 對對對 想像力就是這樣啊 我做的 他就會講說 他做那個歌的 的 的 當時 然後他就會說 其實他的心境是怎樣 其實我也知道 他可能也是要 要 藉詞跟我講說 其實有一些歌啊 還是要忠於原味喔 就怎麼樣 但是他 他比較不敢 因為其實那時候 我自己有一個領域的嘛 我 叫做六行歌 那他也知道說 其實 這就是流行文化 那 那他當然 他就會覺得說 當我 越 越成功時候啊 我就覺得 我去看他的時候 他其實是很驕傲的啦 對呀 那其實是很驕傲 他就說 他就會說 小孩子找你 很棒啊 然後他就說 但是他常常也在 灌輸我們 一個觀念 就是說 你如果要做 就一定要做最好的 其實像我弟弟也一樣 我們到現在都還記得這句話 某哥哥我們都是 就說你如果要做 你自己喜歡的話 你就去做 但是你要做最好的 就是非常的注重 他甚至於都還要我們 每天 好像要 吃 那時候還有規定說 要咬多少蘿蔔 要吃幾個 要吃幾個 對啊 就是 他可能 那個時候 比如說 什麼蒜頭 顧什麼 顧肥肝 我們是講說器官 然後什麼什麼 增強免疫 什麼顧心臟 什麼顧眼睛 那他就會 蘿蔔是顧眼睛的 是顧眼睛的 對 然後他就會要求我們 就說 那你就要跟我一樣 所以我記得 那時候在家裡 所以 畢竟印象最深刻就是 很醜 因為都是蒜頭 他喜歡吃蒜頭 你看每天他好像在吃檳榔一樣 其實他就是在養生蒜 只要對身體好 他就不會去在意 他不會 他可以忍耐這樣 然後 要我們小孩子也要做 也是跟著 哇那個 還恐怖欸 那個怎麼可能 對啊 所以他 但是他是有根據 他有人看到日本的書 有 他就是都是看那些原文的 的 日本的一些書 他就是受日本教你的嗎 他喔 他好像 對 他是流文 但是他其實裡面 補多少書 我後來知道 但應該他補的是日文 對 不過有補的好像是很醜 有點 生機啦 生機 就是他很注重養生 所以他 吃的那些東西 就是有一些 像蒜頭色的味道 可是胡蘿蔔也有 對對對 沒錯 你知道到後來 我還記得我到大 是到後來 真正成年 我才敢吃胡蘿蔔 不然我們已經看到這些 想到小時候 想到小時候 都不敢 喔這樣子 對 就這樣印象很深刻 對 這真的是印象很深刻 可是他後來也是這樣 一直保持著這樣的食物 對 他後來 其實他自己還蠻注重他身體 但是就是因為他 有一個 有先天性的那個 高血壓跟心臟病 所以他就知道說 其實他 他要吃什麼 已經是要控制 那時候甚至還要吃很多的藥 對 控制 那我覺得其實 爸爸也是蠻注重身體的 在我們的印象當中 其實到後來 中年老年都一樣 嗯 所以他就是 知道什麼 對嗓子好 或是對歌唱好 然後他都會去做 對他就會 除了養生之外就是 對 對他會 而且會要求你們 也要跟在他做 對也是要求我們 要跟我們 想 最近 阿爸這部電影裡面 其實都有講到這些 就是父親想說 在吃東西的時候 都會這樣 所以這部那個電影已經出的名字叫 就叫阿爸 是阿爸 是阿爸 是十月 十月大概二十一號 要上映 對 是不是由你們自己去 演唱 對 其實我們 這部片應該 嚴格來說 他是一個紀錄片 那 紀錄再加上 我們有 做一些變化 他會帶一些劇情 所以他其實是 有點像電影的手法 去拍紀錄片的感覺 他從我們三兄弟的眼中 我們去尋找我們的父親 對 然後去 甚至去帶到我父親 以前 從他的 那個音樂時期 影響他自己創作 跟他所走過的這些 主題阿 日文這樣子 那 那 讓我們 讓大阿根了解 父親這樣 嗯 那像 你知道 爸爸的創作裡面 像 快樂的面場 還有 三點黑狗秀 其實他們的那個 中間不是 Yu Lai Yu Lai 那個都是瑞典的那種 的那個語言阿 其實也是有點西洋 西洋的 對西洋文化影響 所以爸爸其實還是 會寫 對 他還是 在那個時候 其實他的創作算是很新潮的 可是那時候 像現在網路那種發展 你可以聽到很多 馬上聽到很多國外的人 對 我感覺他有聽到他 對他就回家進來 所以你就說 其實他的曲風是 風突的 風突的 有有有有有有有 而且 我們現在在做 不新的東西阿 這些歌 像我們在做 煉號的時候 我想 好啦 不要再講一次耶 也很誠實的講說 我 居然不知道爸爸 有一些歌寫的 那麼好 是可以貫穿到 現在的流行歌耶 我就覺得很奇妙 很多磁 像我在做 像我自己在改編 以前改編 這個歌跟現在改編 這個歌完全那個 意見的感覺 是不一樣的 你就知道 那個音樂 其實他在創作的 那個旋律裡面 是帶有生命的 是有延期到一些 西洋文化 到現在 運動還可以運用的 其實那個時代 對 其實那個時代 對 因為你知道嗎 有一些傳統的 或者日本的歌 是 再怎麼變化 他都是侷限的 那我們自己在 在做 我在做編曲的 運用上 就不好運用 就只能 很被拘束 你會辦法補破 對 但當他弄到爸爸這個時候 哇 居然可以這樣玩 那 於是我自己就加了很多 自己創作的音書 跟父親去做結構 才會有這次 入圍繞五六項 那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新的 所以 從這裡面 想要從舊哥 對 對 我就說如果沒有 這樣的啟發 我怎麼今年會入圍成這樣 才得了這麼多大獎 我自己都沒想到 結果這都是父親 留下來的職場 是有些父親都沒有現 我在說 真的父親偉大 這都把他整回答 不是唱假的 父親更偉大 對啊 真的 好神奇的 對啊 那 也因為這樣子 其實呢 讓我再一次的去 維護父親的東西 以後我才覺得說 原來 父親在那段的創作期間 是很有畫面的 就是他可能 比如說像剛剛 我們有問在說 像那個時候 那個情景他為什麼會去寫 舊情編言 欸 那是在他的感情生活上面 是有 在是不是有異鄉戀 或者是在日本 或者是那個時候 日劇時代 然後 也 因為 被日本統治 爸爸很喜歡日本 那 但是說 那個時候 他就到日本去照尋 他自行的 有一些 中林 比如說他到過的地方 那 那個場景 從 或者是從 爸爸的那個 美上司那個人 就真的 好像真的是在描寫他 那個時候的 初戀 或者是怎麼樣的 時候寫的 對 那像 快樂的牧場 就是說 他在哪裡 是到日本 然後去接觸到什麼 寫出一個那種快樂的 報導漫國 這樣子 這些都是 其實都有故事性 所以你是看到這張專輯的時候 你會去 聽這些歌 然後去想他的時候 對 他是怎樣的情景 所以 我們那個時候才說 那我們 想幫父親拍一部電影 去 去找尋我們的父親 喔 本來電影名字叫找尋父親 就是因為我們 在中間這段空缺到 父親最早還沒跟媽媽結婚 還沒有我們的時候 我們真的是想好好的去回憶 我們父親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那在他的創作 在他的音樂生涯當中 是什麼環境讓他變成 塑造他這樣的個性 那他的感情 那他的為人 甚至於他很溫馴的個性 到了他退音的熱情 然後後來又到他的感情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我跟母親 就有分開 然後後來 其實我們就是 一路的去追尋父親 那 那就變成就 我當然就是在創作方面 在歌曲的方面 在這個音樂專業裡面 去尋找父親的地方 所以煉花就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題材 一個最好的工具 讓我再回到那個時候 但是這一張是 讓我可以真正體會 在歌的意境裡面 是我真正去釋放那個創作 其實應該說 像這樣的音樂人 我覺得我現在可以創作 是因為 父親的這一張 這些歌激勵的我 讓我開始又覺得 結果我應該是去創作 因為創作有生命力嗎 我常常把我的東西 放 就是一直流傳下去 而且他是一直到 我腦都不變了 這歌會流傳 那以前 幫他做完就沒了 沒了 人家會覺得 哇 這是一個頂尖 對啊 這是一個頂尖的老師 專業很厲害 但是有留下什麼嗎 沒有 但是我覺得 透過電話 我反而可以去突破 我自己的創作點 對 甚至於我 我會自己 在詞意裡面 有意境 像我會去探討說 那個時候 爸爸寫這個歌 有一些詞曲 連詞都他寫 他到底在想什麼 然後我們就去回憶說 那時候 有那段故事是怎麼樣 不是 得到 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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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